今天很难得有阿波在, 趁阿波在,想阿波和我们讲一下他自己吃生的情况, 阿波你为何会想起吃生的? 我的情形比较特别, 是因为我吃了两年的高厕药, 我本来高厕药是两百的, 吃一粒他压不到, 那医生就给了另一粒我, 那粒我写着Poison, 都不可以, 吃了两粒半每天吃, 但我觉得这样吃下去不行, 我身体知道自己越来越差, 我觉得五天死定了, 我问医生, 每天吃一些写着Poison的东西, 我迟早被毒死, 医生说你有没有什么反应, 即是你受得了, 受得就继续吃, 即是说, 吃到你受不了为止, 是吧, 有这种意思, 他说, 要我吃一小血辣药, 即是没命的, 我说不行, 可以拨一托, 我要停止所有药, 那我就由我开始决定停药, 所以我要吃生, 那我吃生呢, 两三日, 那我再量一下, 搞定了, 十三了, 是几年以前, 四五个月前, 我都吓了一跳, 我都吓了一跳, 即是已经停了几天, 即是我都怕会去, 怎算呢, 那就赤赤了, 怎知道变了八三, 那然后呢, 一直吃生, 吃下去呢, 就维持八二上下, 那再一个月之后呢, 就八一, 一路跌下去呢, 原来, 那就, 甚至最低跌下去呢, 一百, 那但是, 那时候呢, 有时候会暈一暈的, 太低了, 那但是, 一路继续继续下去呢, 慢慢上回来了, 慢慢上回来呢, 一路维持到这么多个月呢, 是八二上下, 就是八三八一这个范围, 一路都很好, 那我就这么多个月都, 一粒肉丸都没吃了, 那这几个月呢, 你留意到你的身体做了什么改变呢, 除了血压之外呢? 啊, 轻了啦, 肚腩不见了, 是的, 你说起就很明显, 以前很认识你, 你认识我当然知道, 差很远, 就是这样的, 那就轻了, 好, 还有呢, 就是呢, 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 嗯, 怎样不同的呢? 嗯, 所有的负面的感觉呢, 以前有时候, 有些不开心呢, 哎, 不开心了, 现在呢, 有不开心呢, 好像是, 好像不是, 博一声不见了, 没有了, 嗯, 流不了的, 就是一出来, 博一声就没有了, 嗯, 嗯, 那就, 还有一样奇怪的, 这些我也想不到, 我呢, 因为我是搞艺术的, 我几十年来说, 晚上是不睡觉的, 晚上才精彩的, 啊, 但吃了生后呢, 开头几个月都没有, 但后来呢, 现在这几个月呢, 我晚上睡觉的, 嗯, 嗯, 是啦, 听Paul讲了, 真是, 十一生不仅是一方面的, 是身心灵动的层次, 很多事改变的, 十一生后你会开心了, 你会解决了很多你的烦恼, 十一生后又好好运, 整天都撑你, 十一生后全世界都觉得你可爱, 十一生后人就轻了, 舒服了, 睡得好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的, 原来吃了生后, 就转回比较正常的生活习惯, 即是半夜会睡觉, 我以前是试过的, 就是逼自己早睡早起做到的, 但这样做的时间, 我们的艺术世霸不见了, 真的有原因, 但现在吃过生后, 我通常五点多会醒, 醒了就做音乐, 又很好, 整个结构好像不掉转了, 不同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吃生后不用睡那麽多, 所以很早就会醒了, 醒了就会自然醒, 又会觉得很好精神, 是不需要睡那麽多的, 是呀, 是呀, 很开心听到你, 你再说一句, 现在要怎样吃呢? 吃生后很多吃法的, 是吗? 其实我目标呢, 我是很想单一饮食的, 但是我多吃生后, 因为我是要停药的, 所以我不会说逐步来的, 我一下子就全生, 一开始那天就全生, 那就是几个月, 因为我觉得不是这样做, 我没命的了, 所以决心很大的, 那你平时吃什麽? 我什麽都是, 烤盆机搞难, 就是吃虎, 基本上是香蕉, 其他生果, 买到什麽生果, 但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有什麽菜就有什麽菜, 基本上就是草药, 是呀, 很多人都不知, 当你有一个高质素的搅拌机之后, 你的身体是不同了, 因为我们平时为何那麽累, 平时为何要睡那麽多, 平时为何整日都不开心, 平时又睡得不好, 病又不好, 就是因为这裏整天OT, 肠胃整日很辛苦, 我们吃下去的能量, 大部份都是用来消化, 如果你有搅拌机, 就不同了, 他跟我做了所谓free digestion, 即是预先, 他做了, 我便不用做了, 所以哪一个想促成, 快点好病, 很快睡得好, 令到这裏不要再劳累, 你用搅拌的方式是非常好, 我自己身体力行都是这样的, 我搅拌机一日用几次, 我除了吃东西之外, 我经常都说drink by lunch, 午餐就是喝下去, 很多人都说, 这样就很闷, 不是咯, 因为好想不知道, 什么都可以扔下去打, 你有没有想过, 放弩肉, 即是龙眼肉, 你有没有想过红组机子, 例如,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有鲜百合的, 买鲜百合那些, 可以买淮山, 你可以买很多很多, 在街市的油, 譬如我经常用露笋, 我经常叫有含症的人, 吃多些露笋, 不就这样吃, 打下去就是这样, 淮山那些都扔下去, 自然你可以很多知多才, 不会吃得很闷, 每餐都是这样, 我们给掌声鼓励阿郭, 谢谢阿郭, 谢谢阿郭,